有习惯写日记的人 他的日记在我这一本书里面有16万个字 里面我把我阿公10天的日记用进去 10天的日记有7万个字 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写那么多 因为他被陈怡教去谈判 他就写今天早上我几点起床做了什么事 谁来见我谁跟我说什么 然后谁在谁在面前吵架 所以他在跟那个陈怡谈判的时候 每一天陈欣都在 那个银行家陈欣后来死得很惨 也找不到私底了 所以在我的阿公的日记里面都有写 然后我的演讲稿 阿公演讲稿他要去广播的也都写 然后到晚上两点才睡觉 他每天的日记是这样子的 那可是呢 这五天讲得很好的时候 已经慢慢平静了 我阿公在五号的日记还写说 大概我再去南部跑一跑 大概就会平静下来了 因为他们在台湾文化协会的时代 就是全省跑得在演讲 对不对 在传播那些思想 那所以 可是呢 我阿公日记里面有写 很多人跟我阿公说 陈怡在骗人 他以前在福建的时候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阿公去当面问陈怡 陈怡说 我指着我的脑袋 我绝对没有骗你 绝对没有派大军来这种事情 那我阿公不相信 所以我阿公还是打了电报 请台北 美国驻台北领事 打电报去给美国驻华大使 请他把那封信传给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候在南京 他说 台湾这一次的乱事不是叛乱 是因为贪官污吏 所以请你派大员来处理 而不要派军队 结果蒋介石同时收到蒋卫川的电报 跟陈怡的电报 陈怡说 我这里快要hold不住了 你赶快派大军来 这里都是暴徒 蒋介石同时还回一封信给陈怡说 有台湾人叫我不要派军 你放心军队7号出发 所以到了我阿公 8号的日记就有写说 奇怪为什么气氛这么异常的欢乐 那就是因为陈怡已经知道大军出发了 他已经吃了定心来 所以呢 我阿公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 要去跟陈怡谈判 另外还有228处理委员会 你们都知道吧 有助理委员会